记者黄鸣汤台东报道,台东建政府耗资金议员以50个货柜打造的TT Style原创馆商家今天联合开幕将成台东文创新立标。 原住民族文化创意产业聚落商品展社区目前已完成时间店铺的招租进驻厂商包含法拉萨手作工方玩石创意及县府扶植原住民文创设计产品的销售平台等放售的商品包含自然素材手桌咖啡清食等相当多元。 今天由县长黄建廷及议长饶清凌等人共同接幕。 黄建廷表示,目前尚有店铺持续招租中,欢迎有兴趣的原住民文创产业经营团队参与。 黄建廷说,被昵称波浪屋的台东县原住民族文化创意产业聚落商品展社区经县府命名为TT Style原创馆店铺数共18间。 县府于今年8月24日办理公告标租,上个月16日才与6家厂商联合签约,结果一个月时间就已增加到10家厂商进驻。 且有不少是有理想的年轻人,甚至还有首次创业的商家业者,目前还剩6天将办理招租。 期盼西影台东在地原住民文创产业进驻,同时也欢迎原住民返乡青年加入。 县府正规划是否保留一个摊位让乡镇事物产进驻,租金则由乡镇公所来均摊。 黄说,TG Style原创馆全动一钢筋混泥土与货柜打造,有着亮丽吸金的波浪屋顶,位在市区相当的鲜艳,未来结合周边的铁花音乐聚落,台东转运站,魅力据点,秀泰影城及潮Air等,希望成为台中最有卖点的新商圈或新地标。 除以完成招租的店铺外,目前仍尚有店铺持续招租中,平数从10多坪至40多坪不等,相关招标讯息可电下台东县政府原住民族行政处部落经济科或可参考台东县政府招标资讯系统并至县府发包中心购买标租取值。